文明珍 痛心的是 香港實在有太多很有知識的人 或者 學懂了很多關於這個政權的人 現在犧牲了 這是一個很痛心的事 作為一個中陸的學生 我就來考DSE了 但是每一天 我相信我們任何一個應界DSE的人 都是集中不到去找書 因為這個政權實在是太恐怖 現在實在有太多事 我們不清楚 甚至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有任何真相 之前有太多事 我們都不知道 來到現在這個時候 一定不止是這幾個人死亡 有太多人被他們打 打完之後棄屍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就用越來越多的事 去掩蓋之前的事 就讓我們忘記了 只是很希望香港人可以繼續 保持這份憤怒 然後去找出一個真相 而不是就這樣悼念完就算 我們一定要繼續保持這份憤怒 這個尋求真理的心 去為他們還回一個真相 這個才是真正為這個政權 做的改變 我知道香港人現在正面對很多 我們不只是面對林鄭月娥 其實老實說 她只是一個傀儡 我們不是說要搞港獨 我們只是很希望 香港可以變回 好像以前那樣 可以有民主 可以有自由 只是很希望中央可以明白 他不讓我們自由 是他的損失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寶貴的地方 他不同任何一個內地的地方 任何一城市 他贏是贏在他的自由 他有他的自由的貿易 有他很舒適的環境 並不是內地可以做得到 現在他這樣的打壓 最終損失的只是他自己 不要以為現在派一個解放軍 或者派香港警察來打我們 就可以打擊到我們 因為我們不怕 只好希望香港人可以繼續反抗下去 千萬不要覺得累 覺得累就休息一會 再繼續上去 這是一個很長的仗 但我相信這一仗我們會贏 老實說在六月的時候我開始出來 是第一次真真正正感受到 香港人很有愛 是因為大家有同一個目標 有著同一份心 想香港好 然後去努力 去到後面開始 有警察的打壓 我還很記得我當時什麼都沒有戴 但身邊的人就給了頭盔 給了眼罩 每一件事都遞給我 我妹妹你拿吧 餓不餓啊 吃包啊 是 我相信只有香港人才能做得到 希望大家不要 只是因為看某一個電視台 他可能剪了前面剪了後面 只是播中間的 將前後次序掉亂了 大家就以為那個是真相 多點去了解究竟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在現場的話 你一定看到我們一開始是幾個和平 是他們的打壓 所以我們要反抗 我覺得現在香港人很需要的是冷靜 因為面對著這個強權 我們很容易很義氣用事 很需要打他 但是打他的時候我們要想他有這麼多的武器 我們手無串鐵 所以我們更加重要的是保住自己 所以近來看到有這麼多犧牲是很痛心的事 因為太不值得了 為了他們的犧牲 只是很希望大家 可以在未來的日子 好好保住自己 才將來可以繼續發聲 累的千萬不要自殺或者犧牲自己 因為真的太不值得了 為了他們 這樣他們就會得逞 真相是一直 大家都在追求的東西 或者 我一直都很欣賞在這場運動中 裡面有付出的 不論是記者 是醫護人員也好 消防員也好 我們很嘗試去找個真相出來 是因為有太多人誤會了 誤會我們 誤會這個政權也好 他們覺得這個政權很美好 我只想有回以前很安寧的日子 是啊 很和平 很舒服 你有一個很舒服的地方住 你有公屋住 有縱門羅 那又怎樣 拿到之後 你只不過是一個 在這個地方 有邪偷生的一個人 我們追求的是更高的東西 更高尚的東西 而這個真相就是 要讓我們知道 究竟這個強權怎樣對我們 告訴國際知道 我們需要他們的幫助 而不是就這樣 坐在家看完CCTVB 就 讓他們說 都不關我事的 又不是我出去 又不是我被人殺了 終有一天會去到這裡 我們要的只不過是一個 自己選擇的領袖 不是一個 沒有認受性 沒有人支持 根本他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已經不是我們選擇 怎麼叫我們去聽他們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我們很希望所有事情都是坦白的 都是明確說出來的 而不是 最初警察說自己根本沒有進過停車場 有人擺車鏡出來 拍到他們走進來 才改口說自己走進來 這些不是我們想要的 坦坦白白 我們更加容易原諒你們 而不是 一件事又蓋一件事 以為我們會不記得嗎 我們一直都會記住 我們香港人很記仇 永遠都會記住他們做過什麼